真的无人机能带几个女孩吗 那你哥哥在零点三秒的光荣抉择 那不就毫无价值了吧 我当然为我哥骄傲了 但如果他的牺牲只是一种荣誉 那就太自私了 我现在在做的 就是为了像他一样的飞行员 减少危险 这样我哥的牺牲才更有价值 如果你需要我的 就别冲我的狗我的人身上 有事赵黄 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个 不过没关系 只要你能下得了嘴 我都可以 竞争我们即刻飞行有信心啊 真巧 我们可能不太擅长了 因为有些时候抢来的果子 可能会是苦的 你看到网上的评论了吗 大家都在讨论 小四头无人机的事儿 而且评论几乎一两岛的 全是在责骂两个孩子 还说你人品堪忧 谢谢安总能够在板工之中 接受我们的采访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一会儿给我们拍几张封面照好吗 好啊 咱们就在这儿吧 来 请别多紧 咱们现在喷半身 好 你摆几个姿势 安总 今天有没有回答 两个孩子因为偷窃视频 受到飞翼有问题啊 你怎么看 不好意思 您要见 没关系 几位我们到旁边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进行采访 南小姐 你很有本事这里都进得来啊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你也看到了 我的采访因为你中断了 我警告你 你说话要小心点 我们随时可以告你诽谤 十月 人家还什么都没说呢 你就恐吓人家 我可没有教你这样的待客指导 两个孩子的视频是你传到网上的吧 后来的人肉搜索 舆论导向的引导 也都是你做的吧 我可以接受别人的指责 没问题 你为什么要利用两个孩子呀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有什么证据吗 南小姐 现在的技术 想查出来是谁做得不难吧 跟你玩游戏真是没意思 有一说一的 我都不想跟你玩了 没错 是我做的 可是十月 你说 我做的有错吗 如果换作是我 为了游戏 我也会这样做 你怎么像个 受了惊的小朋友进入成人世界一样 你不会真的这么天真吧 商场竞争 本来就是残酷的 不会有人愿意给对手流出喘息的机会 你作为创业者 应该很清楚吧 你以为你们这些肮脏的手段 就能代表创业者和成人世界吗 怎么说的自己像个理想主义者一样 我跟你认识了这么久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难道你都不明白 竞争根本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公平 为了达到目的 不拘泥于手段 歪曲事实损害他人的名誉 这是你所谓的不拘泥于手段是吧 注意你的用词 我们从来没有发布任何的假消息 现在的网络社会 只要我们给他们一点点的事实 便有人帮我们完成整个故事 舆论在乎的不是事实本身 而是争论 时月 小思那么信任 把你当朋友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只是个交易 我不亏他 交易 一个孩子的感情和自尊心 可以拿来当交易吗 如果我告诉你 安宁本身就是个孤儿 她居然舍得 让舆论骂的那些孤儿体无完复 这种抗压的能力 有谁能做得到 总比你陪着那些孤儿 玩玩游戏 做作秀 更有诚意吧 是 谁能做得到的 缓手 还能做得到吗 它怎么会去那些孤儿 虽然是 袭之ill 对 我知道你心疼我 可是温斯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 为了我们 别说是压力 所有的我都可以承受 最后一个问题 你 无人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你是跟我聊初衷了是吧 创业开公司 生存就是初衷 实力就是道理 你连这个都不懂 我开始有一点担心 你们即刻飞行的将来 你还没想到 本来以为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不是也挺好的 我去叫记者过来 继续做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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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决定要做的事情 谁都拦不住 如果你觉得这样做值的话 那世约不会说一声不过 我去叫记者过来 继续做财务 我不是男强 我看得懂 刚才那么恶毒的话 不是真心地维护我 你终究是怕我出手 伤害难教 我只是怕你伤不到他 反正把自己弄上了 好好保重 我们还要把温斯做活呢 喂 会有一只小猫 他 他前两天被车撞了 骨折 你说怎么办啊 你看看他现在是什么状况 在我店里的就诊时间 来我店里看 我 喂 我有只小狗 他狗 他非常活泼 以前非常活泼 可是他现在自知无力 什么都干不了怎么办啊 有没有什么方法呀 对啊 我的意思就是他以前狠 我不知道狠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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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电话 你放 我 我已经是个人账 你看看 我已经是个人账 我已经不是个人 你不能像我一样 去找他 这个是盲弱 我又知道盲弱了 是的 我现在是盲弱了 大量的盲弱 我现在都可以 为什么要盲弱 我找你 排队 不好意思 他剩下的时间全被我包了 我得了非常严重的病 只有他能治 如果你们不走 我就活过下面了 那我们先走了 改天再过来 谢谢 我这儿不治病 尤其治不了你的病 你是我唯一的血药 实在保险 本人没有义务 做你的药引子 你自生自灭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自生跟你没关系 可是我自灭跟你有关系啊 我知道 你想说 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 可是怎么办 我每天一睡觉 闭上眼睛眼前就是你 睁开眼就特别想见到你 我又怕你会烦我 甚至是因为南乔的事情 会恨我 我 你还敢提南乔 好 对不起 我不提他 我就提我自己 我给你讲的故事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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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车祸的猫 跌断了腿的兔子 得了愚症的狗 每天能编出各种状况的人 除了你 还能有谁 其实真正装疯卖傻的人是我 认准了你会编各式各样的理由来 我才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开你 认准你不会离开 真差劲 原来被你发现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果是不是会得益症 我是忘了拿手机了 刚放转了 是郭一方的 是郭一方的 拿了就赶紧走 下次来的时候 找个好点的地方 我一定找一个幸运的 你绝对没有听我的理由 我明天再来看你啊 十月好久没上来了 你那十月错的太多了 可能就是太多了 让他觉得不需要上来了吧 喂 安宁啊 你想我了吧 赵雨晴 你不是回美国了吗 是啊 我现在就在洛杉矶呢 这不想你了吗 所以打电话来听听你的声音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别急啊你 你没话跟我说 我可有话跟你说 你也知道我美国公司的情况 公司项目多了 最近资金有点不太灵魅 所以打电话请你帮个忙 我要往国内走批货 那种东西 不会再碰 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也不会让你白看 赚钱和大家一起着 这有什么不好的 你想死是你的事 别拖着我 安宁 我跟你说 你别给脸不要脸 你以为离了婚 逃回国内就洗干净了 我可告诉你 人这一辈子 一旦碰上这个东西 就别再想洗干净了 你要是不帮我走这趟活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你会想吃败 你会想去哪里 你会想看 你会想看 自己去哪里